让艺术走进社区国际连结在地位在吉安湘的慈恩艺术村 邀请来自芬兰的驻村艺术家到碧云庄社区 为长辈们来进行为期四个星期的蜡染共唱工作方 并用蜡染技巧来制作窗帘 期盼引导老大人们一起艺术共唱脑力巨大 吉安湘慈恩国际艺术村秉持让艺术走进社区将国际连结在地理念 推行各种社区共创艺文活动 近日则举行为期四周的蜡染共创工作方 邀请祝村芬兰艺术家运用蜡染技法制作窗帘 透过主蜡上蜡等互动过程陪伴社区长者 主要的目的是希望刺激我们社区里的长者 在拥有这个创作的一个思维 然后透过这个艺术共创的角度让大家一起讨论 那我们这一次呢主要是用蜡染的方式 由这个芬兰的艺术家呢 来带领大家做窗帘 那做好的窗帘就留在我们的协会里面 那看到很多长辈呢 他们有的动作其实不是很灵活 但是他们的心智却被启动了 那在我们社区其实是一个很棒的鼓舞 那未来幼妻执行长也会把他们的作品 把它变成一个行动艺术 那这对我们社区是一个很大的一大步 是因为这些长辈他会看到他的作品 会跟着这国际艺术村的带领而飞翔 社区老大人分成四组 两两一对互相合作 从讨论设定主题再进行采集 构图绘制染布等创作流程 芬兰艺术家表示 在教学过程中也发现许多长者 常有艺术天分 自己也获益良多 做这种专业的艺术工程 所以这种很有趣 我也是学习很多 但我也是学习很多 对 他说这是他第一次设计 这样的一个共创的蜡染课程 然后许多长者在社区呢 他观察到其实艺术天赋都很好 其实很多长者呢 之前也好像是艺术家的样子这样 所以他特别觉得说 对他来讲也很受益 算是教学相长这样子 老大人各自发挥想象力和创作力 互相刺激大脑 产生共创氛围 曾国际艺术村 合必云装社区发展协会也表示 期盼未来继续合作 以行动艺术方式跨出社区 让长辈的作品被更多人看见 记者长方眼华林氏报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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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